哈囉 大家好 歡迎又回到我們的頻道 今天又要來帶大家看比佛麗山莊的豪宅 那我們今天來到的是在比佛麗山莊這裡的平地的一個地方 在平地的話就會比在山上路程啊 地點等等都會方便許多喔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這間豪宅 它完全是一個現代式的風格 它的設計非常的有亮點 然後這間豪宅呢 它總共有6個房間 7個衛浴 然後它的空間大概是7306 square footage 然後它的土地面積有1850 square footage 相當相當的大 然後呢 它是今年才蓋好的喔 所以說是全新的一個建案 然後它的售價是1499萬5000美金 Special thanks for Joan and Adams Let us film this video If you would like to purchase this property Please contact them or contact me We will help you with this purchase 那現在就跟著我一起進去看這個超級漂亮的豪宅吧 首先我們一進來它的客廳就會發現 它的整個客廳跟它整個後院是連成一體的 超級敞開式的一個設計 整個就會讓人家覺得說 天啊 裡面怎麼會這麼大 然後最重要的是它的後院啊 還有它的整個房子的裝飾 都是非常讓人家覺得感到放鬆的一個設計 所以你會覺得說 哇 一進來除了這個超級寬敞的這個客廳跟後院還有廚房 全部連成一線之外 你就會覺得說 感覺來到了一個度假中心來度假的感覺 然後這個房子 它們的Staging也做得非常漂亮 就是每一個小細節都會可以看到它們設計的一些巧思 像是這個後院它的這個戶外區域啊 還有它的這個人工草皮都做得非常的漂亮 讓人家覺得很有放鬆的感覺 然後這個游泳池也真的是無敵啊 無敵的游泳池美景 然後你可以看到這一邊游泳池過來之後有一個吧台 然後左手邊還有一個living room的area 是直接跟kitchen是相通的 然後這個kitchen呢 哇 真的是超級高大上 我超級喜歡這種木頭的配色 就會讓人家覺得就是超級有度假的那種感覺 然後所有的冰箱啊還有cabinet的這個build-in 都是非常漂亮的 這裡使用了一個office setting的Staging 然後有很多那種build-in的cabinet 是可以放一些擺飾品啊等等的這些 然後呢你可以看到它的樓梯的這個地方 它的圍欄也是使用透明的玻璃 所以讓別人有一種一望無際的透視感 就會覺得說特別的舒服 然後我們現在來到它的二樓 它的二樓的話就有很多個房間 然後每一個房間都是套房 然後有很漂亮的walk-in closet 然後這間staging company也是做的還蠻漂亮的 空間感的設計都很不錯 然後我超喜歡它的廁所 這些新款現代式的這種馬克賽磚 然後現在跟著我到下一個房間吧 剛剛外面有一個那個open space的一個店 也很漂亮 然後這是第二個房間 然後它的walk-in closet都有做skylight 所以超級亮的 就覺得很舒服 然後這裡也有一間廁所 然後跟剛剛的那個廁所的馬克賽磚 應該是說幾何形狀的磚 是不同顏色的 剛剛那個是黑色的對比 這個是淺色的對比 然後通過這一個play area的店 可以過來到另一個廁所 然後這個廁所使用的是大理石的shower 然後呢可以通往另一個房間 然後我發現它的房間幾乎都很明亮 就它的這個採光都是幾好的 因為在它的走廊也是有做窗戶 所以你在這個走廊的地方 也是可以有光透進來 然後我們現在要走進它的master bedroom 它這個master bedroom的位置做得很好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它是直接擺放在後院 所以呢這個master bedroom 是直接facing後院的view 然後這個walk-in closet真的太驚人了 我超喜歡這個木頭色 然後它的bathroom 天啊太美了 就是我覺得就是其實剛剛從樓下的那個游泳池的地方 就可以看到它外觀上的設計 放了很多木頭的一條一條的那一種裝飾器 其實就很漂亮 就是它剛剛這個master bathroom看出來的view 然後這裡在主播室的旁邊有一個小小的tadio 然後也是也可以看到你後院的游泳池的view 所以真的是超級有度假風的 這個游泳池從上往下看是不是超級漂亮的啊 然後這個staging company也在這裡放了一面鏡子 可以增加空間感的折射 然後呢這邊有一個大理石做的一個浴室 然後我們現在要來到地下室囉 現在有很多的豪宅都是配有地下室的 然後這個地下室這個門是通往它的車庫 車庫相當相當的大可以停好多台車喔 然後這裡有一個play area 像一個living room一樣 然後旁邊這邊通往的是家庭劇院 這個家庭劇院我很喜歡它很特別的地方是 它真的是這個房子採用了很多這種木頭邊條的設計 就會讓你覺得特別有流線感 然後這個廁所呢 我很喜歡的是它每一個廁所都用了不同的一些主題 所以剛剛那個廁所所使用的也是另一個跳色 然後在這個地方有一個spot area 所以這裡有商拿房啊還有蒸汽室啊等等的 然後這邊呢我們可以看到它其實是為了讓地下室的採光變好 所以它有做這個透光的一個設計 然後呢地下室這裡還有一個房間 然後已經有built-in的closet 然後旁邊還有做一個照景 所以會讓你覺得採光特別好很舒服 然後我也非常喜歡它地下室這個廁所 做的就是很像現代感的飯店式管理的廁所 然後這個dryway呢也特別的漂亮 它的造景啊等等的 而且我覺得這間房子最重要的就是它整個現代化的設計 哇真的是覺得很漂亮對不對啊 很像來到一個博物館 給大家做個結尾 我今天最喜歡這個房子的地方 我覺得應該是它的廚房跟客廳的那個 相當開放式的一個空間 對我真的覺得這個是它很讓我吸睛的一個地方 就是會覺得說買這個房子最重要的就是買這個位置 超漂亮的 希望你會喜歡我們的豪宅系列的影片 我們下一集影片再見囉 掰掰 掰掰